1949年10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 同日,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哥罗米科宣布 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并决定从广州召回苏联外交代表 此前一天,哥罗米科受苏联政府委托 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照会中称 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后 出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愿望 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 故通知阁下,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